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宣布进入嗨尔美景后 昨天发表新取到卡西蒙队长JB 因为在直播中被拍到房间墙壁上的女性照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5月13号 JB在自己的房间打开了A集直播与粉丝们互动 然后在转换拍摄角度的时候 被粉丝们发现到 JB后边墙壁上贴着的几张女性罗照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因为在饭圈争议变得越来越大 俗鼠公司马上就发出声明表示 JB平时就对于各种照片的色调气氛得到很多灵感 而这次在直播中拍到的墙上照片 是国内著名摄影师的作品 但是对于在全年龄段的观众们都能看到的直播 不小心让照片被拍到的部分真心的道歉 而JB也是发文道歉 突然给大家造成困扰的部分深感歉意 墙上是贴了喜欢的作者的照片 但是却让全年龄层都能看到的地方被拍到了 真心的感到对不起 以后会更加小心病注意 不会做出让人皱眉头的事情 对不起 在争议之后 虽然所属公司JB本人都马上上传了道歉文 但是很快就有网友指责 JB的道歉文很没有诚意 这理由是因为JB道歉文最后一句的对不起 没有使用正式的禁于全村安秘的 而是写了全村黑友 全村黑友 是在搞笑吗 著名摄影师作品的话 这种的也能当成是艺术吗 把这种照片挂在墙上的意图是什么 真的非常好奇 如果今天是女爱妥贴上男性裸体照片后 上传这种道歉文的话不就 看着女生身体得到艺术感什么的 真的很讨厌 虽然照片是不怎么样 但是又不是犯了什么罪 也不是在非法影片截图下来 而是著名摄影师的作品 况且也马上道歉了 需要这么被骂吗 都已经是成年人了 这也算是争议吗 又不是违法的照片 请尊重个人示好 对于JB的直播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在韩国演艺圈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有个演员歌手邪心 像这样的身份排行 而就在前几天 宇杰森获得PackSuiteS 3大赏的时候 在现场的演员们的态度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5月13号 宇杰森在PackSuiteSuiteS 3 获得TV部门大赏的时候 Chuseo 聪军Gi 伊森Gi 都站起来庆祝了宇杰森的获奖 但是在镜头拍到整个观众戏的时候 就能发现到 很多演员只是作者拍手 甚至也有部分演员是 没有什么反应的作者 然后在宇杰森说完 得奖感言后下台的时候 也能看到很多演员们连手都不拍 就好像没什么关系一样 但是就在宇杰森获得TV部门大赏下台后 紧接着发表了电影部门的大赏 而在主持人点名获奖人 宇杰森导演的时候 一直都是作者拍手 或者是不给予任何反应的很多演员们 大部分也都站起来拍手了 然后在宇杰森导演说完得奖感言后下台的时候 也是能看到很多演员们都站着拍手 当然给获奖人拍手只是一个礼貌而已 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拍 或者是要站着拍手 但是就是因为跟宇杰森获奖时候的态度 完全不一样 而且在韩国本来就有 演员大于歌手大于邪心的刻板印象 所以才会引起网友们的争议 不管是谁得奖 拍手是理所当然的礼仪 你们的礼仪都当饭吃了吗 刚看到新闻的时候有瞎到 人品真的是太糟糕了 只知道宣传电影的时候上综艺装好人 太过分了 真以为演员很了不起吗 在那里最有名的超级巨星不就是宇杰森吗 对宇杰森都这种程度的话 对其他人会怎么样呢 就因为这些自以为是的部分演员们 而让其他有礼貌的演员们也跟着哀骂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这算是争议吗 庆祝是要发自内心 只是没有拍手就对演员说这些的话 我觉得是很不应该 对于演员的态度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